日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考察厦门大学时拒绝提词 其维护习八条的举动 与不久前高调现身贵州 明显挑战习八条的贾庆龄 形成对比 一顾香港华贸集团主席拱如新 留下830亿港元遗产案 华贸慈善基金 不满高等法院原送庭以及上诉庭 裁定基金只属于产受托人 基金不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 案件经过两天办聆讯后 首席法官马道立表示押后裁决 今年第一季以来 大陆就业市场表现疲软 中小企业处境艰难 对工资上涨构成新的挑战 湖南 海南 西藏 山东 深圳五地 今年率先在第一季 就调涨最低工资 平均涨幅11.3% 19号中国山西省江家湾煤矿发生渗水事故 当时有24人受困 事发后当局只救出了3人 21人遇难 新南亚雅台电视整理报道 b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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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shifted